来看看顶级放屁家族 使他释放的屁 杀伤力非常激烂 这怕不是一个屁 可不敢一个小朋友 不对 是一堆小朋友 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 逃离盘骨 前来挑战第一关 八八盘骨 小班们觉得那条能成功的 扣一 不能成功的扣二 这肯定扣一啊 这不就是一只小猴子吗 逃离他不只有手就行 K.O. 小辣 你这打的也太快了吧 我都没想好怎么嘲讽你呢 没想到 这个二八盘骨这么厉害 刚刚是我大意了 这次我要认真啊 这关能获胜风法 是逃离盘骨60秒 所以我们只要一只剪道具 然后走一堵盘骨就行 说的简单 二八盘骨的移动速度 可是比你快的 我看你怎么躲避 那你就看好了吧 我这怎么卡住了 可恶 这怎么第一关就这么难啊 现在就到二八盘骨的厉害了吧 再来 我就不信了 根据前两局观察二八盘骨 派局都是从最下面上来的 所以这次 我们直接剪个水豹 直接往上走 跟他拉开最大距离 我就不信 这么远的距离 盘骨还能追上 吉他来了 我去还真追上来啦 看我擒绕 完了 前面怎么死我 哈哈小辣 你完蛋了 妈呀 盘骨别追我呀 我没有吉他淌江啊 救命啊 好险 差点就隔壁了 怎么样那条 这不是简简单单吗 行了 你少得意 这才是第一关 后面的观察 才是真正的开始 切 我已经掌握了盘骨的线路 通关不是有手就行 第二关是收集三门要事 这也太简单了 给你们教学一波 注意看我续解 怎么样那条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行了 有点东西 不过东西不多 第三关可是黑化盘骨 你要是能吵得成功 我只有洗一个月的玩 这可是你说的 我再看看 而且还有这盘骨 有多变态 我信息都没点完 怎么就敢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 要不然怎么叫黑化盘骨呢 我还不信了 可恶 根本玩不了一点啊 出生就死啊 行了放下吧 黑化盘骨是无敌的 你方便 我要问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关要怎么过吗